千呼万唤中 台湾在2011年成为全球第六个 实行环境教育法的国家 而台达电子不但多年持续推广环境教育 去年也在能源教育的领域 有了更进一步的成果 台达与台湾的师范体系 合作发展出本土化的台湾版能源教材TIP 并同步在台达集团内部成立了 台达能源教育志工 在全台推行能源教育 目前已至少有四万名学生受贿 学生们回家后也都能成为节能的种子 这份教材2011年被澎湖选为官方指定校园能源教案 为澎湖推动低碳岛充实教育内涵 在2011年我们更加深耕能源教育 包括在北市万芳国校 新竹名副国校 高雄嘉昌国校设立灵碳教室 以再生能源提供教室内百分之百的用电 并配合节能的灯具与管理机制 透过线上监控系统来监测能源 如同能源教育的大型教具 加速了校园再生能源的推动 而为了让能源教育城市偏向零落差 台达也与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等单位合作 将花博真相馆热映的影片 面对台湾的真相 搬上3D低碳行动电影车 循环于全台天香放映3D或是HD高画质环保影片 推广低碳节能与环保观念 2011年和国科会所共同举办 低碳台湾气候变迁展 短短40多天就吸引了14万人次 进场了解暖化科学 正副总统都曾力临 而另外一个展览 未来科技狂想曲 则透过对未来科技的想象 寻找环保节能的方法 就连集团的40周年庆 我们也别出心裁 透过让世界动起来法拉第的一生科学舞台剧 让同仁及眷属们从对电的了解 学习环保节能的科学知识 这出戏后来受到国科会的请托 在台中高雄嘉演 吸引超过4万名观众参与 同时节能40的员工节能竞赛活动 将同仁们学习到的节能方法 实际应用在家庭生活中 共节省下9万多度电 并分享各参赛者的节能手法给社会大众 节能减碳人人都可做得到 此外基金会持续推动绿建筑专业人才的培育 到2011年为止 绿领建筑师培训工作方 已经有逾百位学员完成课程 泰达持续赞助荷兰英国办事处的 环境气候变迁奖学金 促成有志青年学子 赴欧学习环保相关学科 另外分享国内外环保节能最新趋势 日级动态的低碳生活部落格 已累计点月转载达200万人次 环保绿能不是未来 而是孩子们的现在 泰达将会持之以恒地 从各领域不断推动环境与能源教育 落实我们环保节能爱地球的经营承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